近日由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在持续发酵 一时间种族歧视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日前多名侨借人士在受访时均谈及在美国社会所倾建和亲历的种族歧视案例 华人小伙众生是洛杉矶的一名法庭认证翻译 从业十余年的他也经历了一些涉种族歧视的案件 近些年来美国的种族歧视除了执法方面还体现在了寻找就业机会 如果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同时寻找同一样的工作 那两个人的技能年龄性别如果都是等同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雇主会选择白人而不是黑人 这种种族歧视实际上是潜移默化的 那么这种隐形的种族歧视在美国的今天还是存在的 作为一名华文媒体记者 高瑞已经在美从事媒体工作二十余年 他坦言在日常工作中自己也曾多次遭遇种族歧视 作为媒体记者我本人也经历过多次的种族歧视 记得洛杉矶警察学校的一个毕业典礼 我同样以记者的身份前去到主席台前 想为华裔警员拍一个毕业照 结果被现场的警察给拦下 过了一会儿一名白人记者就走上台前拍照 这个警察就没拦他 我也借此机会跟着这个记者走上台前去拍照 这次那个警察害怕我告他种族歧视 而没有再拦截我 为什么同样的事件 我作为华人记者你就不让我进 而白人记者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呢 桥接人士在受访时表示 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抗议活动频发的美国 华裔群体也正在遭受政治操弄和污名化 带来的歧视问题 并不得不为安全担忧 由于各地针对华人和亚裔的抢劫暴力 语言歧视的一些事件 频频发生 就连我这个平时不喜欢玩枪的人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 也两次去枪店买枪 但当我看到枪店门口大排长龙的时候 我最终选择了放弃 很多的美国亚裔和华裔群体 对于自身的安全都表示了担忧 他们也都购买了大量的安防器械 比如说监视器或者行车记录仪 种族歧视将会导致一个社会 人和人之间的仇恨 和相互使用暴力的后果 会导致一个社会的不安宁 会导致一个社会乃至一个文明的分裂 这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